今天聊国际我们就要来聊职场了 尤其在中国大陆现在要面临到的还是失业问题 当然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的就业目标要来看到希望 喊出了在城镇的新增就业要超过了1200万人 在城镇调查的失业率也大概是5.5% 另外呢要来看到现在要面临到的危机 当然是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大专毕业生要进入到社会了 当然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来说当然是意大利多 但是同时也很担心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让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做 像是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的毕业生来到了1076万人 是第一次破了千万大关 到了2023年2024年都是年年往上升 尤其在今年预计会超过了1170万名的毕业生 这代表是什么呢 其实再度创了新高之外 也代表说这种就业压力其实还是明显存在 而且长期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甚至对很多的专家来看 他们认为说年轻人在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 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像是青年毕业生的就业依旧是非常严峻 需要开拓就业的话需要有这个创业的新领域 需要提升就业的话 效能的新途径也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也出现一些乱象 就是在小红书上买这个工作面试的机会 像是有民众就分享说在东北的不少城市 想要找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你必须要花所谓的人期费 什么是人期费 就是所谓的仲介面试的费用 而且很贵 像是大型的民间企业的话 换算成台币 大概一个机会要3.5万到4.3万左右 国企央企当然就更为了以央企来说 一个面试机会就要45万的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差不多要200万 而且其实以现在来说 当你买这个面试机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不用比试直接面试 而且有基础条件符合的 就会保证通过 先交一半的定金再签合约 等到你面试通过之后 真的领到钱正式就任之后 再补上违款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有一种情况是 很多人一出社会先到远的地方打勾 再来买他原本的户籍所在地的面试机会 稳定就业也引发了这种不少的乱象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 其实就是以中国大陆房地产走下坡的状况来说 很多的房仲也开始另谋踏入甚至去买保险 我们先来看到了2023年了 中国大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减9.6% 不只是房价下滑 甚至交易的面积也都是双双的往下跌 很多的直接冲击的当然就是第一线的房仲专业人员 像是很多的中年失业者就说了 我明明有专业 但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房仲业 因为普遍萧条的状况 所以说他们被裁员 或者说明明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竟然被降值降薪 就是公司里头希望可以减少开支 所以很多人都跑去做保险了 但是以鉴商的角度来说 其实现在他们有所谓的债务困境 所以就创造了很多的烂尾楼 那中国大楼的政策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稳定的住在里头 所以政府的支持状况之下 保交楼就出现了 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烂尾楼的情况发生 但是未来还是有压力的 因为当这些楼全部都盖好之后 势必要面临到的就是销售压力 要怎么把这些库存的这个房屋给卖出去 也是一种去化压力 所以以房地产目前的人产来说 还是供过于求 但是我们回落来要讨论说 现在工作 房仲相关的工作就没有这么多 该怎么办呢 很多人是被迫走上了这个卖保险的道路 甚至呢 中国大陆的中国新闻周刊就说了 中年人的镜头难道是卖保险吗 甚至在业内里头有很多曾经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中年人 但是其实往比较积极的面向来看的话 其实卖保险要有非常多的软技能跟硬技能 甚至呢如果你工作起来时间也是比较自由一点点的 再让我们来看到其实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来说出现了非常两极化的状况 尤其在过晚年在中国大陆市场上也释出了很多的职缺 但是大部分都是高阶技能的职缺 但是依旧有很多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因此也形成了缺工 但是呢也就业率应该说缺工还有所谓的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的状况 这种矛盾是并存的 去年杭州举办亚运的主场馆 现在拿来运用变成当地春季招聘会的场地 上百家企业参与找人才 规模大概500人左右 还是可能更倾向于理工类专业的同学 杭州市电商行业大本营 在另一场校园招聘会里300多家企业 有4成都是要找相关人才 其中发展最好的跨境电商 拥有特殊鱼种的求职者最受青睐 我们对于小鱼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 今年的话春招的话 我们预计招聘的一个校招人数大概是会在100人左右 那其中小鱼种的话 大概能够在20到30这样的一个人数占比 在这场校园招聘会中 有特殊鱼种人才 开出第一年年薪就能达到 人民币12万到15万的诱沃条件 我们现在心心想要开发一些南面的国家 会使用西语啊补语会比较多一些 除了薪资 离家到大城市求职 居住成本也是考量之一 杭州把举办亚运时打造的媒体村 改造成人才公寓有3700多个房员 针对高度需求人才租金最多打到四折 春节过后大陆果真如市场担忧的出现缺工潮 各地各企业抢人薪资福利不在话下 大陆提倡制造业转型 在智慧化数位化趋势下 工厂最缺的就是技术性人才 像是江苏的汽车零件厂转型升级后 工程师严重不足 我们从原来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代工型企业 也逐步在转向这个技术家 制造双轮驱动的一个企业 我们今天在工程师这个招聘的这个维度呢 去年同期要增幅50%左右 明明工作开出的薪资福利都不算低 但就是找不到人 这就是大陆缺工与失业并存的矛盾 在今年北京两会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工作报告中 再度被强调凸显出来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加大促就业双向政策力度 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扎实做好退役精人 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 大陆去年城镇失业率平均为5.2% 当中一度不再公布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 去年12月再有数据统计出来 即便用了新的计算方式 剔除6200万在校生 青年失业率依旧达到两位数 是14.9% 你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形式怎么样 太卷了 就是压力很大 回到多少钱 挺多的 对 几十分吧 大部分的同学都在考年 毕业生的理想工作和市场需求不符 有高薪职业 也不见得年轻人愿意投入 像是今年是生肖龙年 家政工中的月扫需求特别旺盛 第一胎的生孩子就觉得快临近的时候 月扫都很好找 但现在今年呢 就说也许农年 五年前就开始再找 但是到开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月扫抢手 薪资跟着涨 在深圳 普通月扫月薪达到人民币1.3万 拥有超过五年经验的金牌月扫月薪 至少人民币2万 但雇主付得出薪水 还不一定能抢得到人 比去年应该增长了30%到50%左右 那么现在订单基本上都已经订得差不多了 大陆今年会有超过1170万大学毕业生 创新钩就业供需失衡 短时间内似乎没有解决良方 整体社会经济势必受到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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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